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起来看流星雨中的慕容远海 到圣女的代驾中的集团继承人汤俊 再到珊珊来了中的总裁风腾 张汉似乎包揽了所有偶像剧中的霸道总裁角色 直到去年的《战狼2》中 张汉出演了《君二代熊孩子》 大家对张汉的印象有了改变了 堂主似乎系路变宽了 就要从总裁专业部的圈中跳出来了 然而 万万没想到 兜兜转转 张汉还是回到了霸道总裁的位置上 继续为自己的语堂开箱阔土 对 说的就是这一部《温暖的闲》 上线5天 腾讯播出量6亿 本作同时断电视播出率未是第一 又是一部消耗着书本情怀的大IP改编剧 而这种IP改编剧 时有酒烂 实在是不太明白 国产电视剧市场 现在都逼你到这种地步了吗 不改编本小说都写不出来 原创剧本 小说我没有看过 只说说前几集的感受 一如既往的极狗血 烂俗 虐恋于一体的披着职场戏外衣的白富美 与高富帅一银是恋爱故事 哦 对了 还没有钱 堂主这次的霸道总裁 有一个比慕容云海还煽情的名字 叫湛南贤 一股浓厚的杰克苏网文风气息扑面而来 湛南贤是首空拳七年的时间创 下了钱与科技公司 你们先来感受下这个公司的豪华办公楼 整个一层 弱大的办公区域 只放了两张桌子 这是总裁助理的办公区域 进入总裁办公室 要经过一扇充满着科技风的自动感应门 然后迎面而来的 就是可以俯瞰半个上海的超豪华环形总裁办公室 冬暖夏凉 视野空旷 坐在这里 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一丝丝 来自于总裁的孤傲和霸气 听有钱 听有钱 湛南贤的配车是劳斯莱斯 一般人也都是凯迪拉克 这个剧组从上到下都透露出劳斯有钱四个字 然而这么有钱的创业型公司 坐到这个地步 只花了七年时间 创业团队都是这种年轻帅气 倒可以出道当明星的小哥哥 可能是我错误的理解了什么叫创业型公司吧 不过 小说既然这么写了 那我也勉强接受一下 可是这么有钱的剧组 能不能在画面制作上用点信 这浓浓的偶像剧劣质滤镜 再加上无处不在的背景抠图 还有80平豪华大电梯上升的低端特效 根本就配不上我堂主坐拥黄浦江边200平总裁办公室的气质好吗 坐不了实景的观景电梯 就坐个内部电梯不就好了 何必要抠图特效呢 下面来说说剧情吧 我不太清楚这剧到底是拍给书粉看的 还是拍给大众看的 反正在我看了前两集后 几乎是对剧情一脸猛逼 男主湛男贤和女主温暖 十年前是一对恋人 但是女主温暖的姐姐温柔 也暗恋湛男贤 可能发生了某些事情 导致两家人的父亲双双离难 女主因为这件事情 离开了家去了英国 生活了七年 这期间 女主还患上了轻度梦游症 会常常在不清醒的状况下 给别人打电话 还曾经给湛男贤打过电话 但这些事情 女主的姐姐都始终对她保密 而女主在第一集中看到了姐姐手腕上的歌伤 好像表现出了一副不明所以类似于失忆了的样子 也是不太清楚 女主是不是还有选择性失忆 七年后 女主鼓足勇气回国 为了放下曾经的事情 也为了挽回和湛男贤的感情回来了 每个偶像剧的女主 都有一个中全暖男男儿 当然这个剧也不例外 一直在苦苦追求女主的男儿朱林璐也是一家科技公司带中的总经理 男儿追求女主 却把女主安排到了男主的公司工作 而温暖知道自己所在的公司是男主的 自己也是回来挽回感情的 却在面试总裁助理的时候 故意说出自己是男儿的女朋友 还在男儿和他表示亲近的时候 欲句还赢 不清不楚 我也是不太理解 这是什么套路 最主要的是 湛男贤有个七年的女朋友 就是张嘉宜饰演的一心 回国之后的温暖是知道她的 却仍旧和湛男贤暧昧不清 这剧的三观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总之 作为没看过小说的观众 我是真的没怎么看明白这狗血剧情 而张翰这次的演技 怎么说呢 其实比之前的那些个霸道总裁要好了很多了 但温暖感依然存在 还多了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 据说湛男贤这个角色 一开始试定的黄晓明 有人说是因为黄晓明演技太烂 也有人说是教主不想再接这种油腻的角色 并且和其他的巨荡气壮了 最后人选才换成了堂主 其实在我看来 从黄晓明换到张翰 没多大本质的区别 剧中张翰的形象 这个油光增亮的大背头 也不知道发型师是怎么想的 两个招风而显得异常的大 最重要的是 连睡觉这大背头 都抹着油腻腻的发焦 而有了年纪的张翰 又多了几道抬头人 这加到一起 真的也是一言难尽 演了这么多年总裁的张翰 似乎对于这个角色形象的定位 仍旧处于高冷霸道装逼的境界 好像对于气场的理解 就是端着个架子 维持着一种冷酷脸 不过这不距离